花莲圣南宫日前举办妈祖中原普渡 而官员会特别把普渡的物资集结 要捐赠给吉安乡六个村 而村长们也亲自前往自证感谢状 并表示会妥善运用这些物资 让村内有困难的家庭能够受到帮助 农历3月23号也就是5月10号 是妈祖圣诞花莲圣南宫举办的法会活动 官员会特别把法会的物资集结 捐赠给吉安乡六个村 我们圣南宫又到了我们圣南宫的白米发放 5月份感恩月的部分 来做出奉妈祖的指示 来做针对白米的发放 也感谢六个村的村长代表 特别来跟圣南宫这边领取 然后代为我们发放 在这边特别的感谢我们六村的村长 还有我们这个吉安乡公所的大力的支持 再次的感谢大家 南华村长相关深等5个村长亲自前往自身感谢状 并表示会妥善运用这些物资 让乡村有困难的家庭能够受到帮助 我们感谢圣南宫我们的吴主委 每次对这个低收的照顾 今天我们有六个村来这边 里做这些物资 发放给这个低收入户 其实圣南宫在做 我们代表所有的低收来感谢 感谢圣南宫 感谢我们吴主委 其实讲这个救助呢 意义非常的重大 我们对这些低收 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平均 来分配给他们 这些物资对他们来讲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帮忙 但是他们内心由衷的也是感谢我们 我们也感谢我们圣南宫吴主委 在这里谢谢他 感谢他谢谢 欢迎圣南宫主任委员 我就是表示 除了马祖圣诞中文普度 而且在10月份的共庆活动 可以说圣南宫百年来的盛事 这时也欢迎广大信众 前往共襄盛举 记得请欢迎接下来